演藝圈的乖乖排男杨又宁 一出道就坦诚有圈外的女友QQ 两个人没有敢搭建国百年的结婚热潮 现在传出来 原来早在去年中就已经分手了 目前QQ是离开了公关公司 杨又宁则是转到了大陆疯狂的工作 被解读是在疗伤 不过被记者问到了分手的消息 杨又宁先是愣了一下 情绪平静 不否认分手的传闻 却又担心地表示对方是圈外人 希望大家给他多一点空间 至于两个人现在还是维持朋友的关系